歡迎收看小明星 150公分 大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收水分 這麼長 吸收水分會很多 到最後就整個會排不出感 我會上廁所對到我的胃 胃對到我的食道 然後就會吐 吐胃膜 不是 吐胃膜 是… 有一天回家把襪子脫下來 我就發現它長了一顆 很像是水泡的東西 然後越來越癢 就開始會用手抓 後來抓過的地方 開始都會長來長 小小顆 小小顆的 然後長11顆 從腳到手到脖子 會有一些深深的微血管長進去 你就看到底下有那個血管的 那個連鎖 請問它這個會傳染別人 會 會 一定要走 好可憐 好可憐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歡迎收看小明星 好可憐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人吃五穀雜糧 哪有不生病 一定會的 偶爾嘛 2468 這一集藝人有這麼多怪病 而且是真正的怪喔 不是隨便的而已 難得雷鴻大哥三更半夜 來… 大哥好 來… 三更半夜都沒睡 今天剛好錄到比較晚 我都聽說明明明明明明明 是… 沒睡也就要來 拍那個八點檔的劇都很辛苦耶 對…是很辛苦 老婆人他都會優待 會啊… 真的要怪病 你如果中怪病 你也會得怪病 還不能說出來 在旁邊點都會笑 這三位是好錄手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這麼好笑 他也沒笑 你看 有啊 有在笑… 對啦 急診科的啦 急診科的醫生 衛治維還有徐浩 神經外科啦 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 怎麼說我們今天裡面有神經病的 神經外科就不是神經病 是外科 待會兒聊… 好… 咱們直接就聊開來對不對 好 看到哪一條咱們聊這一條 它每一個太可怕了 一 二 三 二 八個病都有啦 這個是再不治療 小心變成什麼 精神…解離我來看看 精神解離 先撕開囉 精神解離 很可怕 誰… 還是先別掉這一條 我也知道 誰啦 什麼意思 我傷感情是不是 先前往 余祥犬的力量 就是喔 這種秀 狀況講出來 我剛剛就想說這一題到底會不會是我 Super 3那天新聞傳得很大條 十幾年 十幾年前的事 那個事情 那時候剛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然後我就突然 突然間我好像斷片掉了 活在夢裡面 我跟妳講…真的 妳跟妳講 她都一樣 玄玄 我跟妳講真的 我這個人 我這個人我這麼熱 我這麼熱觀喔 對 就是說我是天性開朗 你照理講是活潑可愛的一個人 對 然後愛講話 我不可能… 呆呆的這樣子躺在床上這樣 對 很怪 這樣 我大概 其實外界都以為你是在演的 很多人都以為我在演 對 因為那時候新聞 守在我們家門口 24小時 他說不給我們話 我爸媽那時候三四個節目 全部停掉 本來都還沒有要跟外界講的 那是因為他們去接了一個表演 看到小孩在表演 爸媽哭了 結果記者看到我媽 然後就問問妳說 妳怎麼了 妳為什麼哭 妳那個症狀是什麼 現場是不是好力受耶 妳是真的以前耶 其實…那時候很多有像 是 法師… 對 甚至李醫師也過來 沒有啦 李醫師到沒有 李醫師到沒有 牧師 牧師 對 各界的都來 很厲害的那種什麼 什麼通靈的什麼一大堆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最可怕的是 就是妳分不清楚夢跟現實 妳一直在做夢 妳一直在做夢 妳會感覺一直一個黑洞 然後妳在做夢的夢都是惡夢 感覺有一點 就在伴夢 伴心 只能一見 不是 有一點伴夢伴心 還大家一起唱耶 人有吃嘴 但卻又是夢唱 不是… 比這個更可怕 更可怕 因為我一直在做惡夢 惡夢的對象是親人 反正到後面一天起來的時間 大概清醒的時間 大概只有兩個小時 而且我還是分 我已經分不清楚了 其實根據祥犬的鄭重 我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剛剛憲哥講了 李醫師沒有啦 你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不是啦 李醫師他亂講的啦 其實我相信 當下應該是對你的心理 身心理其實造成了一個 很大的精神的壓力 是… 對 因為聽起來症狀 很像是我在醫學 雖然我是在急診 我們是在急救病的 可是很多大家沒辦法解決 家屬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都會送到急診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狀況都有看過 要分門別類 對 其實鄉選人狀況 就很像一種解離症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症狀 例如說像 他可能會對一些全搖禮 他說的人 他失意那是真的耶 你們那邊陷糕出的 你不太糟糕啦 拜託也嚇唇 給他也失意 對啦 他們都會被人附身 所以他一切都失意去了 應該是說他選擇把一些 對他來說有壓力的那些事件 或情境 對 給選擇希望記 這只是其中一種 其實像醫師講的這方面 就是有一個 我是聽他們講 後來他們都不願意跟我講 說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發生了什麼事 說了一個比較厲害的法師 到我們家裡來 然後那時候我是沒有知覺 我躺在床上 然後法師就到我三樓去 我們三樓是佛堂 對… 他要上去上面 然後我就從床上這樣跳起來 跳起來 然後頂著 對著天花板三樓的地方這樣 罵 罵髒話 然後罵很大聲 然後人家把我按下來 就四 五個人壓住我 壓不住我 我就一直要跳起來這樣 這個 這是卡別音樂耶 這是大法師 大法師的情節 這個是很典型的症狀 今天是醫師 你們都說一些 我沒有說我哥哥 可是這卻是典型的 可是我說的是真的 基本上我都是相信病人的 因為其實在解離裡面 還有其中一種就是失去自我 那個其實在外界的人 看起來都好像是 你好像是被外面的神靈附身 或者是鬼怪附身 所以它其實綜合起來 今天症狀很像那種解離症 後來這個是怎麼好的 看醫生當然也是其中一項 我也有去看醫生 可是最後我們家的神佛 都已經請走了 就已經請老師來把他全部請走了 那時候老師說你們家裡這個 可能太久沒有祭拜 所以有一些不好的東西進來了 我還是沒辦法 還是起不來 結果 我爸媽就跪下來 跪下來往天 向天跪 說我們絕對不去找 是誰弄的 我們絕對不發誓 他們發誓我們不會去報仇 我過兩天我就起來了 結果 我們不會報仇說是誰弄你的 對 不會去找 不會去找出來 是誰弄的 因為我們後來去…祖坟看 然後有壇子嘛 有那麼旋 有很多壇子 然後還綁了一個紅線在上面 這是在你們不知他的狀態 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 然後那個勘坟的 有一個法師來跑來跟我們說 做這件事的人會有很大的報應 對 他是讓你的祖先 沒有辦法出來保護你嘛 意思是這樣啦 可是醫師的說法我也接受啦 只是說…所以那時候 我沒有選擇講出來 是因為沒有人會信嘛 那醫生的解釋呢 如果這樣的狀況 他突然有一天就好了 那是怎麼做什麼 為什麼呢 就恭喜他啦 恭喜他啦 那些醫生你本身也是為他 太受風了 我覺得他… 今天那個毛 我覺得 不要啦 你只有一個小子 我們腳已經… 算了… 不要拉我 先拉 不是… 沒有人拉你 沒有人拉 你保重 算了… 自己回去… 不要推… 他都會倒… 丁醫師… 沒有 有另外一種可能 其實是一個 其實丁癩不是我們常常看到說 一定是斑斤那樣子 急性的 有的時候…丁癩發作 我看過有那種病人 他其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但是他又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各色各樣的 丁癩發作都有可能 就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觸動了他心裡面這一個狀態 不一定是心理 有的時候是神經相關的問題 他可能有壓力了 然後那個免疫系統突然降下來 就發作了 有可能 當然丁癩發作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因為精神相關的問題 但是我們有一些是管我們的 個人 就是個性 特性等等 這些部分萬一有一些 譬如說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不一定檢查得出來 對 然後它就會發生 等到過過了就好了 我在臨床上 在最近也有一個病人 是類似的症 對 他就是很解禮 但事實上他是免疫系統發作 今天來太有建設性了 太有建設性 你終於找到原因了 你也是唯一我們八個藝人當中 一個人得了兩種病的 他不只發 對 他好多種 對 他很無法行走 這也是你啊 這不是我吧 憲哥 你的器官還好嗎 精神解疑 還有癲癲 你也盡 怎麼看呢 我們有看到新聞 沒錯 是癲癲 不是那一天 不是只有那一天吧 不是啦 就是我 就是年輕的時候我就覺得就是 反正只要來大姨媽的時候 我都還是就可以喝冰的活蹦亂跳 然後我現在就是反而不喝酒之後 就整個人就是 就很容易昏迷 然後因為我都是習慣就是看電視 看現在啦 就習慣看追劇嘛 然後就追到睡著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我睡著的時間是早上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晚上 我想說我只睡了一天 結果說不知已經過了 已經再一天 就是我昏了兩天 睡了四十八三晚 對 然後我現在平常這樣灌耶 現在平均的睡眠時間 都要到十二個小時 就是我很 現在很容易會發冷 就是我來月室的時候 我洗澡我是坐著洗 沒有辦法站著 沒有辦法站著 很昏軟 很昏軟 然後就手軟 然後 YMCA 然後 YMCA 流出來 YMCA流出來 流出來 而且 冷靜 人家在生病 你好好給他講 我剛剛生病妳們也一直弄 電線發 妳要去玩球的耶 曾姐妳耶 我比較嚴重的耶 現在這麼玩 就有點厭世的感覺了嘛 就是 而且就是我在睡覺當中 就會一直做夢… 然後也會分不清楚 就是真的是夢境還是現實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我會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是 就之前有喝酒啦 所以有一些那種酒精症段 戒斷的一些狀況 酒精戒斷 其實我本來在猜嚴謹 它會不會是平常 就是每次月十來精血量都多 因為有時候女生真的是會貧血 所以其實它會比較沒有力氣 然後都會虛弱 然後甚至知性低血壓 它可能改變姿勢 你站著洗澡 你一從熱水血管擴張 你就會頭暈 不舒服 我 但是我剛剛聽到有關鍵字 關鍵字 就是最近比較少喝酒 如果平常都會有小飲 就是小桌 然後會到麻生麻生這樣子 那妳如果最近都不太有其實 我不是火龍油油 對 會真的會有點 會有點階段的症候群 階段症候群 可是我這個狀況 其實是在有一次 我一直來…來不停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他說我剛好有一個血塊 卡在那個子宮頸 然後那時候根本就是像噴血一樣 就是我洗澡的時候好像命案現場 然後 而且我以前量本來就 都是很多的 但是我還是活蹦亂跳 可是那一次之後 中醫師就跟我講 你這個算是有點崩落 他說應該是就是算 有可能 這就是中醫 西醫就跟他一樣 看法了 來…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睡了兩天嗎 對 是不是 而且你的量而且比較多 其實我以前在外科醫師 我們常常三天不睡覺 一個晚上大概就補回來了 最久的經驗 我大學的時候 不是 應該是補製品喔 就是我們出去活動 辦活動 然後整個三天都沒有睡覺 回去宿舍睡 睡了22個小時 22個小時 但我是超過了耶 對 那有的時候你睡那麼久 沒有減尿啦或是怎麼樣 這樣子的話腎臟可能會 毒素會拍不出去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因為我都固定做 身體健康檢查嘛 就是身體都是健康的 唯獨就是 妳今天怎麼講妳的病症 講得好像在講疑言一樣 差不多 我真的 有這麼低潮嗎 就是我的 沒有 就是我的那個 自律神經 失調 49歲 就是測驗出來 對 我想說這個會不會 也有一點關係 來…醫生要補充 就是自律神經49歲代表說 你就是需要多休息了 因為我們自律神經 分成膠感跟副膠感嘛 你膠感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就是踩那個油門 對 副膠感的話就是一個煞車 你49歲代表說 你應該要多踩一些煞車了 所以說就是要多休息啦 所以說你一次睡48個小時 也是非常可能就是說 你之前是累積的實在太累了 OK 這個可能是問藝能界的大哥 會比問醫師來得清楚 你的原因只有一個 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你的生活沒有明確的目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剛好是女藝人的更年期 一般正常女人的更年期 45歲 50歲那個左右對不對 是 女藝人的更年期 32到34歲之間 請問你今年幾歲 好準喔 鐵口… 現身… 所以她現在面臨到的 就我的事業是這樣 然後我的婚姻是這樣 我有沒有交往另外一半 我現在是開始進入老妹的模式了 真的老妹模式 你找到接受啦 原因就是這樣 好了 你這個事情不要再說了 你要找到你生活的目標 生活要積極 要更正向 你的身體才會跟著正向 約去運動啦 去運動 來 看這條 危機生命嗎 這條的 哪一條 沒有這條 好 器官壞死 張環璇 環璇 腸子過腸 嚴重便祕 什麼意思 好 張環璇大腸一語常人 還先入境五間堆積 我的大腸它是爬上去以後 然後在180度轉彎下來 我懂了 過腸然後往下墜 便祕的話會 四個禮拜沒有上次 我的腸子就夠切了150公分 大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收水分 這麼長 吸收水分會很多 到最後就整個會排不出來 不會上廁所對到我的胃 胃對到我的食道 然後就會吐 口罩 什麼啦 什麼啦 好噁心喔 危機生命嗎 這條是不是 哪一條 沒有這條 好 器官壞死 張環璇 環璇 腸子過腸嚴重便祕 什麼意思啦 美女也會得出什麼病啊 我的腸子現在已經不在了 對 完全 割掉了 Oh my God 這是什麼意思 這哪裡跟我們不一樣 一般大腸就是大腸 大腸大家都知道 在按摩的時候是一個摸字型嘛 但是因為太腸了 也是魚耶 我沒有天橋 然後我的大腸是 妳有地下道 它就是爬上去以後 然後在180度轉彎下來 過腸然後往下墜下來 對 然後從下面過去 一定會爬不上來嘛 那些…肺霧爬不上來 症狀滿多的 其實便祕的話會大概最長 三到四個禮拜沒有上廁所 一個月 因為它上面應該照理講 是這樣繞過來對不對 結果它都累積在 凹下來這個地方 所以妳說沒有天橋 沒有天橋 然後它有兩個轉彎處是堵住的 它那個髮夾彎 左右起來 騰淵拓海過不去 其實…我那個症狀 後來醫師判斷是 妳說妳腸子現在沒有啦 把它切掉 怎麼切 醫生切的 就開個刀 真的把它 妳至少有留一點吧 我那個 不會 我們在林生北路 吃了乳大腸 有妳這個 沒有 共切了150公分 對 對 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 因為我在開刀的時候 開刀前我特別跟醫生說 能不能把我腸子留下來給我看 然後醫生說等不到你醒來 所以他給我一張照片 他就拎著我的腸這樣 直直的 然後跟我的腸子合照 不要這樣 正常人的腸大概多長啊 如果是 可以到五 六米以上 如果大腸的話 這個應該是大腸 大腸大概是80到120公分 所以我的真的很長 150 切了150 那還剩多少的 沒有 我全部了 所有的大腸從頭到尾全切掉了 所以妳沒有大腸 我沒有大腸 我不會得到大腸癌 那所以小腸直接接到外面 小腸直接接直腸 也沒有裝人工肛門 但我覺得很好 我剛剛還沒講完喔 當然… 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我覺得妳好可憐 這麼年輕就裝人工的 我說我沒裝人工的 我沒裝人工的肛門 對 頸椎是人工的 我頸椎是人工的 為什麼 妳根本就是生化人 妳太酷了 我頸椎因為六七節中間的 那個椎間盤碎裂 碎掉三分之二 然後瀕臨癱瘓 所以只好把它換掉 天啊 妳命很大耶 這個很值得當作我們醫 那個醫學的那個特地 對… 有藏著照片啊 來看看 有點血腥 妳們就藏看 反正就一條藏 那不會血腥 那個有美肌過不會太噁心 這樣… 好像紅色的耶 一條這樣啦 而且 其實看得到藍鬼你知道嗎 好酷喔 一個你們有遇過這種狀況嗎 其實在急診最常見 我們真的是通便專家 因為有很多人真的會有便秘問題 到最後受不了會到急診 那大概我們治療三部曲 會先用藥物 那藥物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出動筋手指 如果再不行就是要灌 筋手指 可是這種症狀是沒辦法 它這腸子裡面妳伸不進去掏它 張小姐這種狀況 就已經是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大腸 其實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吸收水分 還有處處我們的糞便這樣 所以其實到它的腸子這麼長 其實你分泌在裡面的時間 比較久 吸收水分會很多 所以其實到最後 就整個會排不出來 整個人都塞湯耶 所以大家會很好奇 是那整個大腸切掉 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對啊 事實上它也不是整個切掉 它其實還有留職場到肛門 它其實是把我們的結場的部分 拿掉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它特別瘦是嗎 它應該是一開始 會有一些腹瀉的症狀 不是 我本來就很瘦 因為不會上廁所我毒素太多 然後因為它堆 堆到我的胃 我也堆到我的食道 然後再湧到我的喉嚨 然後就會吐 從以前就是沒有切除的時候 就每天狂吃東西 然後 不是啦 吐餵你的… 不同粗口… 食物啦 憲哥 這個畫面我沒有辦法想像耶 我也沒辦法 然後你頭黑的就好 真的太驚蟲了 吐奶 沒有啦 恭喜啦 他現在已經好了 可是有時候你那個食物 就是說你排便排不出來 真的是有可能會透晒 透晒 真的假的 對啊 因為很多人每天都會傳訊息 來問我關於大腸跟便秘的事情 他們都會問我說 大腸切除以後 現在有什麼後遺症 其實目前我沒有感覺到什麼 太大後遺症 但吸收水分的功能確實比較弱 可是我狀況算還不錯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正常會吸收到 但偶爾就是會發生 譬如說我吃麵 出來的就不是條狀 出來的不是條狀 那是什麼狀 應該是說 我吃麵的時候喝了湯是嗎 就是湯麵 憲哥你吃麵會一條一條跑出來嗎 對啊 不是 那是金州菇啦 你點檢啊 我吃飯 滷肉飯也不會一整碗 滷肉飯跑出來 不是麵條 我是說扁扁的條狀 OK 扁扁的條狀 水蟹是攤的 它這等於是便秘那種 不是條狀 是… 腹瀉啦 就腹瀉了啦 變成水很… 會變腹瀉 大腸是來肝絲分離的地方嘛 所以這裡為什麼會提到氣官壞事 其實我們大腸腸變腸 其實如果你是在胰狀結腸 我曾經就遇過一個伯伯 它就是胰狀結腸過腸 為什麼知道 因為它那一次也是因為便秘 然後肚子痛 嘔吐來到急診 但我們的X光一照 就發現它的腸子脹的幾乎是10公分 就整個脹的 表示它是完全不通的 它看起來是一個很像 一個很大的咖啡豆在肚子裡面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大腸扭轉 對 那一扭轉之後 其實因為我們 對 我們的腸子裡面 很多血液供應 它一扭轉之後那血液不通 所以腸子就壞死 因為壞死的關係 那就跑到血液裡面就敗血症 腸子最後也是開掉之後 把壞死的腸子給切掉 切掉 對 如果要特別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剛剛所說的 有一件事情是不對的 就是說你不會再得大腸癌 不是嗎 因為你還有其他的部分 因為你還有一段直腸 所以不可以掉以輕心 這就是說手回去不用做兵 有一個朋友他手指都斷掉嘛 哭了半指 我說沒關係 以後不用當兵 我剛退伍 沒有… 沒有… 另外一個退伍 維持生命這可怕 小蕾 小蕾 這個面癱半邊臉不能動 對 我現在還是滿明顯的 而且我今天其實笑得滿辛苦 因為我只要一笑 怎麼變這樣子啊 寶貝 就會很明顯 歪 因為我才剛剛開完 到四個多月而已 對 他竟然開腦部的流嘛 對… 那個很嚴重耶 而且我其實會發現 那一邊是因為我很常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聽不太清楚他在講什麼 我就一直 後來到就是可能錄影 然後左邊的來賓在講話 我是真的會有一點聽不太清楚 半邊臉 不能動 是左邊這一邊 因為他在開刀的時候 有碰到他的神經 這裡 對… 然後我是那時候 Lidia的老公是耳鼻喉科醫生 Lidia早上有來 他就一直叫我去檢查聽力 結果我去檢查聽力 出來的結果是 我左邊只剩70歲老人家的聽力 然後可是他就跟我講說 那你有沒有臉麻 走路會不會不平衡 舌頭麻的症狀 然後我當下就想說 還好啊 我沒什麼感覺 他就說那你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我還是幫你照個MRI 可是他這個整個歪斜得很厲害耶 是什麼時候可以好啊 不知道耶 慢慢復健 反正我那時候照完出來 就是很大 因為已經壓迫到腦幹 腦幹真的是在腦耶 快四公分 然後我是有朋友跟我講說 如果我當時沒開刀 沒有發現的話 我現在應該已經不在了 對 就是因為他說這種事 會很容易猝死 直接就是你什麼死都不知道 他那個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是 私底下有會認識嘛 所以我們一起去吃飯 他那天就跟我講說 他有這個狀況 然後我說看起來都還好啊 他說其實也還好 只是走路會歪歪 然後他就這樣 就往那邊去了 我想說你也太嚴重 他說借我扶一下 因為他已經沒有辦法 平衡他自己 這個很嚴重耶 很心疼 但是他現在臉上的這個狀況 是因為動刀的時候 動到了神經 因為其實他幫我拿的時候 他沒有全部拿乾淨 因為他是已經整個沾黏到我的 就是神經 他沒有就是碰到我的神經 可是他是說開刀過程 可能還是會不小心 稍微碰到一下 所以會有面癱的狀況 對… 但是我現在其實有好一點 因為有的瘤啦 它是這樣子 我們的治療的目的 並不是在把它切得多乾淨 像有一些良性的瘤 它並不是惡性的東西 因為惡性的東西它會轉移 對 所以我們治療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 因為它如果說一直在長大的時候 它壓迫到越來越多的一些組織 它會造成越來越多的 神經那些方面的一些問題嘛 所以治療的目標 是在減少這個狀況啦 但是你這個瘤你在長 它中間很多的 它這些三叉神經的 顏面神經的 還有聽神經的 所以你這樣走過去的這個路徑 如果你全部都把它給開掉的話 那勢必這些神經 絕對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是有請那個 它還有另外就是神經監測 它一邊開刀 有一邊監測你的神經 它不會去碰刀 因為它就是怕我會有 現在這種狀況 可是因為是沒辦法避免 我是開完刀之後才有的 然後醫生是說 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才有可能慢慢的恢復 然後因為我看完 我就是開完刀之後 我就一直去找中醫 是… 來 問題 還好… 它很好 妳突然安慰他嚇他一點 多放一下憲哥的節目 表情就可以多笑 多動 我每天都有在附近的 還有在附近 然後我有去做針灸 然後就有 那個妳現在還有眼淚嗎 Person水泡漫眼全身 竟在棚內引起恐慌 有一天回家把襪子脫下來 我就發現它長了一顆 很像是水泡的東西 好喔 就開始會用手抓 後來抓過的地方 開始都會長那種 小小顆 小小顆的 然後都長11顆 然後腳到手到脖子 或有一些新生的胃血管長進去 你就看到底下有那個血管的 靈體水 對 請問它這個會傳染別人 會 對… 電耳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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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還有眼淚嗎 我很久沒哭了 我也不知道 她哭乾 眼睛是乾的還是濕的 算濕的吧 那恭喜妳 真的 妳要哭哭看好 大棒加油好不好 對啊… 把自己惹哭一下回去試試看 好難喔 我覺得好難喔 她其實真的滿勇敢 她很勇敢 其實我們剛剛在幾個醫生在聊 其實你知道 第七類腦神經 也就是顏面神經 如果說它還有功能的話 一般來講你會有眼淚 然後再來就是容易流口水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這是好事 那還會再進步 那我是沒有看到你手術後的 一個片子 這個手術前這個片子的話 我再猜 你其實在那個時候 你的顏面神經已經麻痺了 你只是沒有感覺而已 真的喔 對 應該是已經麻痺了 只是說你沒有什麼感覺 天啊 手術後如果說還有剩下一些瘤的話 手術後還剩大概2公分乘於1公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是會建議你可以做加碼刀 她在加碼 加碼 不是 就是加碼刀 那種沒事 只有尾牙 還有在加碼刀 它是放射手術啦 放射手術基本上 可以把這個瘤控制下來 大概就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加油… 我想要…給那個小蕾一些希望 因為我當時那個頸椎 對 我跟你說 我當時的頸椎 其實已經到達快斷了 然後最後為什麼選擇開刀 因為我連一個杯子 都拿不起來 然後我沒有辦法單腳站立 連微秒都沒辦法 所以走路的時候 我都會倒在路邊 然後沒有力氣 就是我用盡全身的力氣 是你感受不到的 可是當我開完刀以後 大概過了8個月漸漸的 那個神經還是修復回來的 那時候…我有整個左半邊 左半邊幾乎沒有知覺 是馬的 是馬的 整個人喔 左半邊 加油 要有心情 他可以的… 好心情是最佳的兩秒 來… 我們來看那個全面失憲的 這好慘喔 遠遠 狀況失憶 你認真的嗎 我們聊下一位好不好 等一下 妳才確定 妳什麼通告都接 是 哈囉 她今天穿了一個窗簾來 不知道要幹什麼 對啊 我跟你說 不是… 我就這幾個禮拜前的事情 我覺得我有患了那個 就像前幾個禮拜 譬如說我去KTV唱歌 我剛好唱了一首阿琳的歌 就有一種悲傷 唱完之後 能不能言簡易開一點 對 言簡易開一點 言簡易開一點 連歌名都要告訴我們 就 我…全部都講話 我唱完一首歌回來之後 我去其他包廂訪包 回來之後我朋友說 要幫我插播歌曲給我唱 然後我竟然又點了同一首歌 因為我已經忘記 我就說對了咩 我幫他小的辣 我一滴久的播 就菁雲腦喔 有時候太High就是會忘記啊 對啊 有時候喝了酒幹嘛 好 這一點不成立被打槍 沒關係 我下一點 就最近有一部電影 叫做《進入粉場》 然後我其實才看完之後 隔兩天 我想跟聽眾來分享這部電影 可是我就完全記不起來說 到底電影 妳也太累在電影裡面睡覺 因為它是恐怖片啊 在看你種靈性的失憶啊 結果我先睡一下好不好 對啊 醫生 請問到底怎麼界定 真的失憶 什麼要叫做 真正失憶的證據 失憶是真的 比如說什麼事情完全忘記那種 其實失憶有它的定義 我們講說Dementia 就是所謂的失智 失智其實它有它一些分數 等等的那個 你那個應該不算失憶 就什麼八式兩表那個概念 類似 對 好 這樣好 我前兩個被你們推翻 之後我講第三個 沒有…妳整個人都被我們推翻 妳最大的怪病就是亂接同胞 不是啦 妳要得病妳也來 要騙… 人家那個沒有大腸 那個有貓病 你們現在拿手機搜尋一下 兩天前那個新聞 就蘋果新聞就報說我去斐济 然後我真的失憶了 因為我是一個會游泳的人 可是我跳 我從那個斐济我到一個平台去 然後我跳到海裡面的時候 我明明會游泳 然後我平常都有在游泳 但是我到那海裡面之後 我忘記怎麼游泳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你們不覺得嗎 海很恐怖啊 驚嚇 對 就不是每天都在海裡游 好啦 我剛才跟他們案例比起來 我真的是很小兒科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想確認一下 我要確診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會是得到失憶這件事情 應該是有確診 因為我很多人都妄想 就妳的年紀 先出演兩句就好了 這樣算 她講她的年紀 這種平衣 請請有這種人 要拿健保藥的 很多啦 我哪一天去都面試了 不要後悔 就妳的年紀來說 妳太年輕了 就是說要得到失憶 就是所謂失智這個疾病 妳還…至少還有二三十年 有啦 妳開心 妳今天已經滿足了啦 妳太年輕了啦 有這三個字我就開心了 是不是 妳也是裝良衣啊 對 如果這個失憶 妳就痛病快樂這樣 無法行走這個才嚴重吧 無法行走 該不會又是余祥犬吧 我們應該照理講活蹦亂跳的 中兩個… 跨界… 來… Eason 我沒想到我那個病會這樣耶 你得了什麼油啊 是怎麼樣 對 因為我差不多是 四年多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開始在拍那個 靈異節目的外景 有一天回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腳為什麼痛痛的 我把襪子脫下來 我就發現它長了一顆 好 然後我就想說我真的是 我只是一看上面有個臉 對啊 好假的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我也太勞碌命了吧 我想說走路都走到水泡了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說反正他也是在 就是穿了鞋子以後也看不到 所以也不影響到 我就沒有理他 不以為意 對 結果我發現它那個泡泡 就開始會長在我的腳趾縫間 然後從一顆開始 翻了變兩顆 三顆 不是… 他有助 看醫生 結果我就發現越來越癢… 癢到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開始會用手抓 抓 結果後來發現 只要我抓過的地方 開始都會長那種 小小顆 小小顆的那種 那種像是 對 像是鼎牙的那種東西 而且… 小心一點 你那個疾病比較弱 很怪 你知道嗎 不是 你剛開完囉 身體還沒好 對不對 我剛開完六個月 四個月我們遠一點好了 沒有關係 你這個精神解禮的大 這個還真是會傳染的 對 然後 而且是皮膚越薄的地方 它越容易長 像我這個地方 脖子也會長 尿尿 就說我那一陣子 我那一陣子偷身這樣 我OK了 我那天我在廁所 在廁所有遇見那個Eason 我奇怪 你上廁所拿一個筷子要幹嘛 拿筷子…太噁了吧 找不到是不是 沒有 老筷子會痛啦 我是扶著牆壁 對 然後 後來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怎麼說 就醫生就說那個不是青春痘 因為我一直以為它是頂啊 結果皮膚科醫生呢 我就問他說可不可以直接 譬如說開刀 直接叫 開刀轉 全部都割掉 我那時候長了11顆 然後搶到手 然後脖子這樣子 長了11顆 然後醫生就拿了一個盒子 然後那個拿出一個 就是會冒煙的那種棉花棒 冷凍子 對 他也沒有跟我提醒 那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 也沒有鎖3 2 1 就把我的那個 你就說我招了… 他就把我的那個 像痘痘的那個東西 他就直接這樣子冰凍 也沒有打麻醉 也沒有擦麻藥 那個不會打麻醉 超痛的 真的是痛到 結果好了嗎 現在 我大概冰了八次 我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那些就是像痘痘的那種東西 才慢慢…就冰凍 對 冰凍… 你有沒有發現他越講越講 他旁邊越來越… 還好痘痘跟痘痘很嚴若 醫生 來 我先 這頭痛發生在關鍵時刻 TERRY性生活進程悲劇 洗澡跟刑法會突發性的頭痛 這很像突然被雷打到 他是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要到高潮的時候 真的 去你會不會聽到 然後你 好像那個電視壞掉了 你會感覺到對不對 有一點點 這個叫做癲頭痛 有一些人他會像一樣 會聽到特殊的聲音 這個是有必要詳細再做一次 就是醫生說要觀察 就是一年之內還沒有再復發 因為他已經一年沒有刑訪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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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看法 對啊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那個 病毒油 油 因為它有一個特徵嘛 就是說它 你有看到黑黑的 中間有黑黑的東西 對 很像黑頭粉刺 對 但是它跟粉刺不一樣 因為它擠不掉嘛 它會被厚厚的一個皮膚給包住 那個其實它是因為它這個疾病 它會有一些新生的微血管長進去 所以你就透過的上面 你就看到底下有那個血管的那個顏色 看到這個是好的 就代表說我們就很好確定診斷了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病毒 所以它就是會接觸傳染 所以你就像我們說 你就用用筷子夾在那邊 就這樣 不能接觸 真的會傳染 但這麼說好了 就是其實你的免疫力 可能也要去檢查一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有的時候 對 免疫力的問題 一下長11個我覺得也算滿誇張 我之前是在那個監獄裡面 要去 輪… 不是 什麼 拿去看門 輪流啦 輪流要去那個監獄 幫他們看診一下 然後我曾經看過一個最誇張 就是他在腳長 他長了大概1 3分之1 滿滿的 所以他那時候它是就是病毒油 然後很厚的 像一般的治療 像剛剛有說就是說它會 你說一個盒子嘛 它其實那是液態蛋啦 液態蛋 液態蛋 所以它一般會弄在那個 小棉花 小棉籤 去沾一下 然後直接去觸碰你的那一個 病灶的地方 要不直接把它給凍死嘛 要注意健康 有 可是醫生說 對…重點沒問題 請問它這個會代言傳染別人 會耶 你一定要走嗎 沒有… 你一定要走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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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最好的 我沒有… 他失意…他沒關係 我不走 我不走 所以要你往下 還實際就是一個代菌者 代元者 不然應該他就是已經好了啦 好了 對 好了 對 可以坐他旁邊了 來 腦血管破裂 Terry 我以為這是雷鴻大哥耶 你這重點 你太歪歪耶 拜訣證 沒有 因為我從小就有 所謂小朋友標準的壞習慣 第一個就是我洗完頭 絕對不會吹頭髮 小時候也沒吹 都是這樣子啦 就洗完就開始吹完了 運出會中火來會風 對不對 口風啦 或者說寒流來就這樣灌風 然後也就頭痛 頭痛也就不管 然後一直到 就是後來慢慢大一點的時候 我開始連灌冰水 然後跟吃冰我都會頭痛 以前我的就是 洗澡跟刑防會突發性的頭痛 宛如被雷打到 我覺得這… 刑防到 我覺得這有點Over 沒有… Over掉了 不是 祥全他這不是 他這就是典型的 百分…100% 雷鴻大哥對不對 都不是我頭髮疼 我如果是姻婆 我是在滴滴滴 對不對 頭痛 你說雷急會頭痛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 小時候就覺得說 這就是偏頭痛就算了 一直到長大的時候 我後來發現那個頭痛 是突然來的 就很像突然被雷打到一樣 就比方我們在做重訓的時候 比方我硬舉110公斤 突然一拉起來的時候 那個痛會 就是直接刺到頭腦 然後我就直接倒在地上 然後我同學都以為我在玩 那個疼痛 如果說完全不痛是0分 最痛是10分 你給他幾分 8 9分吧 你會不會看到光 或者聽到聲音 或者是聞到特殊的味道 沒有 就是 這種 有種的 對 好像那個有沒有 電視壞掉的 你會感覺到對不對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我們這個叫做Typical Migrant 就是標準的偏頭痛 一般偏頭痛分成兩種 一種是就是標準的 標準的話 他有一些人他會怎麼樣 聞到特殊的氣味 或是看到特殊的光 或者像一樣 會聽到一些特殊的聲音 這一類 而且這很奇妙 就是他是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就是要到高潮的時候 下車店 對… 去倫敦會被累積啦 會突然間頭痛 其實可能也會有另外的想法 我們特別會想到 你這種累積頭痛的 會有可能是一些 腦部的一些血管的問題 比如說血管瘤 所以他如果去叫MRI 就會看得到嗎 不一定… 這個有的是要做血管攝影 不過一般來講 以你的年紀來講 血管瘤的機會不大啦 比較會容易發生是 或者是所謂的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叫Kevin's Hand and Joe嘛 我們也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我們都不知道中文 Kevin他怎麼樣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講話一點 我適合他 就是 微血管瘤 Pymico 微血管瘤 微血管瘤 這個是有必要再詳細再做一次 就是包括 你應該有做檢查吧 今天你這個結論就是說 你要再去 檢查一下 應該有做過 有 很恐怖呢 有做過核子共振吧 有做過 但是沒有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瘤或什麼 有沒有打藥 有沒有打鹹飲劑的 有… 醫生就說就是要觀察 就是一年之內還沒有再復發 目前是還沒有啦 那還好 現在那個被寫真就是雷虹大哥 雷虹大哥 指甲莫名脫落 大哥指甲莫名脫落 指甲莫名脫落 說起這個 我這個叫 免疫力失調 當初發生的時候 因為我去掃樹葉 我掃…用手去抓 把樹葉拿掉 從手縫開始 起水泡 那起水泡你不要弄破啊 你這異陽蹲錯 我很怕什麼 沒有…起水泡 起水泡你不要弄破喔 對… 你不能弄破 你弄破以後 它邊邊 它邊邊一樣同樣會長 長到這裡 起水泡你不能弄破 這我猜… 捏去不要太大力了 是這樣子而已 是這樣子 有話說起水泡 有話說起水泡 整身泡都有 怎麼會破爪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 老天爺對我很好啦 不該長的他就不長啦 因為那要用 是… 水龍腳我還好好的 對…老天爺 對吧 嚴重到全身潰爛 這還沒關係喔 媽呀 因為我這個機甲全部是長出來 現在我能夠已經痊癒了 但是有診斷出來叫做什麼 敗血症 不是啦 如果更輕重就會敗血了 他是講免疫系統失調 來… 如果有一個啟發點 然後之後全身應該是一個 很嚴重很嚴重的過敏 其實它也是一種免疫 接觸性的過敏 對 但是通常這種接觸性 大概都會局限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在臨床上也是有遇過 你一代引起過敏反應之後 是全身的過敏反應 它是屬於自體免疫的疾病 我們叫停泡床 屬於我們所謂的自體免疫 就是我們本來的免疫系統 是來對抗外面的感染 像病毒 細菌等等的感染 可是它今天開始攻擊 自己身體裡面的東西 它攻擊的目標 如果是在皮膚或是在皮下 你就會產生類似像水泡 你如果是會破掉的 那表示它攻擊的地方很標淺 大概就是在皮膚內 表皮內 你如果水泡是很紮實的 它不容易破掉了 它是在皮下 皮下的地方攻擊 到指甲都脫落 你們 對啊 不是 還有嚴重到鼻子裡面都有 鼻孔 因為這一類的東西它連黏膜 你就不能摸它 也不能去挖鼻孔馬上破裂 不…你這樣摸就受不了 會流眼淚 因為有一些水泡性的疾病 它也會去攻擊到我們的黏膜的部分 所以我在臨床上曾經就有遇過一個 類似這種水泡病 其實我們水泡病 如果是自體免疫疾病的話 它需要用類庫存或者是一些 就是壓制我們免疫力的藥物 天啊 其實治療過程非常的辛苦 它用了那個藥物 然後去壓制了免疫力之後 反而因為我們表皮 其實是對抗外面感染的一個屏障 它全身都是水泡而且破掉 就非常容易 免疫力又被壓制 所以那個病人 但後來就是全身的感染 都長得綠濃感菌 是… 補充一下啦 其實剛剛有說就是說 你可能會覺得說 你的那個水泡破掉了以後 然後它去感染到其他的地方嘛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說那個天泡窗 它是個自體免疫疾病 所以它沒有什麼感染的問題 但是它就是在攻擊 尤其那個表皮內的一個地方嘛 輕輕的摩擦你的皮膚 它就裂開來了 對 所以有可能你就是去碰到它 它就裂開來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傳染過去了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有可能就是一個自體免疫的 一個疾病 那時候有了 後來就好了耶 現在都好了啦 怎麼都沒有了 這個都沒有了 是啊… 這不會傳染的那種喔 不會… 我怕是會喔 現在會傳染 不會… 到最後只剩下Eason跟蕾鴻大哥 可以當蕾鴻 但是有一個問題啦 什麼問題 我最近 最近就有耳鳴 叫突發性耳鳴 有一個聲音 對… 所以 哪像蟹子入到水一樣 所以你的耳鳴聲音 是高頻率的還是低頻率 是ㄡ的聲音還是啊的聲音 ㄡ的聲音 有的時候也跟感染有關 其實像我們常常剛剛講 剛剛不是有講說什麼 腎鷹虛對不對 其實我們如果說就腎鷹虛 腎鷹虛 腎虛來講的話 它會有耳鳴 對 所以太過疲累的時候 照理講你如果在運動 應該也太疲勞或什麼樣 睡眠不足什麼都可能 疲勞本來就會疲勞 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要送給七位朋友 七位七位 二 七 六 二 十六 就七位 圓圓以外 是 圓圓什麼不在這啊 圓圓 裝定來要通告的這一種 給這七位朋友 各位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人是一個動物 你的壽命也就是百來年 活得開心 快樂 就是快樂開心的一天 活得開心快樂的一年就是一年 一輩子那就是一輩子 快樂一輩子 所以一定要活得開心快樂 這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好耶 遇到小的疾病 輕鬆去面對它 對 嚴正的去看待它 交給專業的醫師 相信專業 好 要多看憲哥的節目 真的 心情變好 感受那麼快樂的影響 沒有心裡面痛癒吧 一些東西 人身體裡面是不是都有癌細胞 都有 只是有沒有爆發而已 有沒有爆發它的環境 你如果突然間人很低沉 失業失敗 然後老婆跟人家走什麼 突然間癌症就來了 對… 經常就浮無雙至嘛 但是禍不擔心對不對 你說這句有對 有對啦 我說一枚子你只這句對而已 這句對啦 一枚子說太時間了啦 因為就是說這段我這樣 天空又禍禍 就是對這裡來的 對不對 放輕鬆 舒服 開心 對 反而很好 今天謝謝三位醫師 就是這個很棒的一個分享 我們這個你看我們講那麼多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成立特別的一集了 對 講都講不完 所以有狀況看醫生好不好 希望不要輕忽 再次感謝七位好不好 謝謝 八位… 好啦 八位… 謝謝